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思聪 还是先管好自家的事吧 你爸都首富了 叫人大呼过瘾 就在近日王思聪对刘强东老婆张泽天说三道四 他表示张泽天是清华高材生 拥有高学历 就算是不嫁给富豪刘强东 他以后的发展也会很好 而张泽天最终嫁给了刘强东 只能说张泽天和其他女人无两样 也同属败金女 不配拥有这样的学历 大家都知道刘强东虽是京东大老板 但是他却是出了名的爱妻狂魔 老婆被别人这样 说三道四 他怎么能忍 于是刘强东向王思聪惨话 还是管好自家的事吧 你爸都变首富了 表达对王思聪的不满 据媒体报道刘强东十分宠爱张泽天 虽然身为老板平时工作非常繁忙 但是刘强东只有有休息时间 都会陪着张泽天陪他四处旅游 而且有知情人透露刘强东家里没有请厨师 只要刘强东在家 那他一定会亲自下厨 可见刘强东对妻子是有多宠爱 面对王思聪对张泽天的体会 刘强东当然是坚决不答应的 刘强东回对王思聪后 王思聪还未做出任何回应 老爸王建林却发话了 王建林表示 这件事自己不会管 让他们自己去处理 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尊重的看法 不会干扰他们 可见王建林对于孩子的教育确实与常人不一样 网友纷纷感叹王建林回应大气 姜还是老的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注